嗨大家好我是Andrew 歡迎回到TOTALLY ACCURATE BATTLE SIMULATOR 今天就繼續來挑戰敵人吧 接下來的敵人是 有兩隻騎士 捕獅跟弓箭手還有箭士 還有三隻 會亂跑的樂手 這樣的話 先準備一隻國王 然後國王需要捕獅 會拍一些弓箭手好了 這邊跟這邊 之後樂手 放兩邊 其他放哈比好了 哈比 進攻 被引過去了 接下來就是你了 你的時機 國王往上衝 哈比往上衝 哈哈 砰 打掉一隻 加油國王 那就靠你了 把他們解決掉 騎士已經解決了 現在就只剩後面的部分 哈比往上衝 呵呵 普世解決 現在剩弓箭手 國王不怕弓箭應該還好 砍下去 砍下去 獲勝 這個也解決掉了 接下來又是比較麻煩的 有飛天的 很多斧冰 來吃火龍冰 這有用嗎 我現在一直在燒自己人的感覺 好像有用 現在剩 剩一些敵人 獲勝了 原來只要靠一隻 武龍武師就行了 接下來只弓箭手 和國王 還有 劍士 補師 好像很複雜 進攻 攻擊 攻擊 加油 敵方的國王呢 沒注意的時候不見了 我要跑去哪裡 這樣子剩這個 慢慢的靠近 砍下去 喔這個不能跟 這個不要跟 不要跟過去 煞車煞車 差一點 跟過去會掉下去 非常危險 很危險 這樣子好像 要追上 追上才行 卡住了 但最後一隻 只要把他解決掉就行了 兩個國王追殺一隻 但是 重點是他的國王是 什麼時候不見的呢 他的國王在哪裡 這裡一位 你一位在哪裡 這一位嗎 所以我一開始就把他解決掉了嗎 哈哈 好險他最後沒有跟得掉下去 反正就麻煩了 接下來有 大象 盾兵 跟 頭石兵 長矛兵 這個時候是不是 派會飛的就好 然後 空箭手 先試試看好了 再一隻月師 進攻 進攻 光明正大 走進來的月師 光明正大 他自己跑去其他地方玩了 這樣就可以獲勝了 應該吧 成功 大象很容易被解決掉 接下來也是派 弓箭手跟 突擊兵 突擊兵 這應該叫做狂戰士 這樣子應該就可以了 應該吧 再一次月師 進攻 準傷慘重 不過他們好像 很努力的攻擊 哈哈哈哈 接下來有法師 想辦法把法師解決掉就好 月手 然後其他的就派 這個 還有什麼好派的呢 哈餅 進攻 上面還有人 上面還有人 上面是 長矛投擲兵 就只剩這兩隻 好派的 這個其實還蠻強的 接下來好像 有點麻煩的狀況 拍個宙斯看看嗎 宙斯 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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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王好像被壓著了 國王被壓著了 這個好像 很像 加油國王 接下來就只剩你們了 變成黑黑黑的國王 好黑 什麼都看不到的國王 成功了 國王被燒成炭了嗎 好像一個黑影在這裡 成功了 做得好 就先這樣吧 話說這隻是什麼東西 很像 搶手怪之類的東西嗎 有點奇妙 今天把戰役裡面的挑戰部分完成了 之後再來玩 Dynasty 王朝 的那部分 那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囉 如果呢想對我說的話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拜拜 所以ren 嘴... 說服 我 說服 說服 這位 那個